他是明朝历史上最传奇的人物 三次差点登基做皇帝 在风卷云涌的权力中心挣扎 却能全身而退 并且安享晚年 他就是大明史上最牛的皇家子嗣 朱瞻善 朱瞻善出生于1406年 是皇后生的儿子 名正言顺的嫡子 由于他的哥哥太过于优秀 又是嫡长子 从小他就没有当皇帝的心思 一心想做一个闲散的王爷 正因为如此 他目标明确 无心皇位 他成为了朱棣最长寿的孙子 那么一心只想做 闲散王爷的朱瞻善 为什么能够三次被推上皇位呢 在他父亲去世之后 优秀的哥哥名正言顺的继承了皇位 由于当时的南京经常发生地震 情况非常的混乱 为了稳定民心 他的哥哥派太子前往南京安抚百姓 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他的哥哥突然病重 由于太子远在南京 皇帝去世的时候 太子并没有在身边 为了稳定朝中的各位大臣 也为了给天下的百姓一个交代 保住大明的江山 因此太后决定让自己的另一个儿子 也就是朱瞻善坚国 可是这个时候的朱瞻善 已经被封为乡王 虽然还没有前往封地 但是一心只想做个 闲散的王爷的朱瞻善 已经非常的满足了 对于他来说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带给他的并不是喜悦 而是惊恐 因此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也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从此朱瞻善开启了 斗智斗友的生活 他心里非常的明白 这个时候坚国 只是为了稳固朝中的大臣和百姓 并不是真正的皇帝 因此想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就要表现出对权力无所谓的样子 果然他的无所谓保住了他的性命 时间一到 他就把皇位交出去了 没有任何的留恋 就这样 时间一到朱瞻基就登上了皇位 他也功成身退 只是在朱瞻基当皇帝没多久 他的皇叔就偶返了 于是他决定带兵亲自出征 皇帝带兵出征 朝中并没有主事的人 因此在皇帝出征之后 必须要选一个能够主事的人 也就是选一个监国的人 这个人权非常的重要 不仅要有能力 还要不贪恋权力 于是这个时候 太后又想到了朱瞻善 就这样 他又当了一次皇帝 并且他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等到皇帝归来 这次事件过后 他不仅获得了皇帝的信任 还获得了大量的封赏 他带着丰厚的赏赐 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由于他本身就想当一个贤赛王爷 回到封地之后 他过得非常逍遥自在 可是很快意外就发生了 朱瞻基去世了 由于朱瞻基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 并且很突然 于是皇位再次悬空 朱瞻基一共有两个儿子 在他去世之后 大儿子是太子 当时才九岁 小儿子才八岁 由于当时朝廷非常的动荡 让小孩当皇帝 对当时的局势非常不利 这个时候 朝廷中的大臣再一次想到了朱瞻善 可是太后并不同意 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已经九岁 可以继续皇位 于是他强行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 大臣们见太后的态度如此的强硬 大臣们也不敢反驳 就这样 太后的大儿子朱祁镇就登上了皇位 可是没过多久又出事了 国家动荡 皇帝为了让国家稳定 为了让百姓心安 决定亲子出征 于是朱祁镇准备亲子带兵打仗 本以为可以胜利归来 没想到不仅没有胜利 皇帝还成为了别人的俘虏 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大的耻辱 敌国以为挟持住了皇帝 就可以命令整个朝廷 态度非常的嚣张 为了能够稳固明朝的江山 大臣们纷纷决定让太后重新选出一个皇帝 其实这个时候 最适合的就是皇帝的弟弟朱祁镇 只是朱祁镇并不是太后所生 并且朱祁镇的生母还没有去世 也在后宫当中 如果朱祁镇当了皇帝 那么太后的位置就不保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太后想到了朱瞻扇 朱瞻扇是他的小叔子 名声在外 不会贪量皇权 并且在他监国期间 国家非常稳定 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王爷 于是太后想让朱瞻扇从封地回到皇宫 继续当皇帝 太后想到这里 就给朱瞻扇写了一封信 大概的内容就是 国家现在危机了 皇帝被俘虏了 为了安慰朝廷上下 也为了安慰民心 希望他再次回来当皇帝 可是当惯了闲散王爷的朱瞻扇 并不想回去再次当皇帝 于是他给太后回了一封信 委婉地表达了自己 并不想当皇帝的意思 由于他的封地非常的远 在没有收到回信的时候 迫于朝廷上下的压力 太后已经让朱瞻玉 成为了下一任的皇帝 刚开始的时候 朱瞻玉表现得非常好 对权力也没有太大的欲望 老老实实地做着皇帝 并且想方设法地 营救自己的哥哥 可是当了几年的皇帝之后 朱瞻玉觉得当皇帝 比当一个王爷更好 于是他不想把自己的皇位让出去 对解救自己的哥哥 也不再积极 本以为自己的哥哥在敌国 自己的皇位就可以做得很稳当 可是没有想到敌国 觉得已经有了新皇帝 这个皇帝没什么用了 于是把他放了回来 这个时候 朝廷就出现了两个皇上 那么谁当皇上 就是一个问题了 这个时候 朱瞻玉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论 大臣们一致决定 还是让朱瞻玉继续当皇帝 可是在这番讨论的过程当中 朱瞻玉觉得自己的皇位 并不是那么稳当 于是他对自己的哥哥 进行了强制性的坚定 对他进行虐待 不允许他和外界联系 也不给他正常的待遇 防止他再次登上皇位 这个时候 朝廷上已经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了 因为对于大臣们来说 为了一个不能当皇帝的人 和当今的圣上闹矛盾 是非常不值得的 于是朱瞻玉 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可是这个时候 还有一个反对的声音 那就是朱瞻玉 他认为皇帝在当俘虏的时候 已经受了非常大的委屈 朱瞻玉已经当上了皇帝 对自己的亲生哥哥 应该善待 可是皇帝并没有重视 当时太后让朱瞻玉当皇帝 是有一个条件的 那就是让朱瞻玉的儿子 继续当太子 可是朱瞻玉再次食言 不仅把太子给废了 还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奉为太子 就在朱瞻玉以为自己的皇位 已经坐稳的时候 意外再一次发生 朱瞻玉的唯一的儿子 也就是当时的太子 去世了 这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他没有儿子 所以他需要从宗族里面 选一个继承人 可是他又不能让朱瞻玉的儿子 当太子 于是他就只能指望 自己能够再生一个儿子 失去儿子对于他的打击非常大 导致他的身体一落千丈 在病重之前 也没能生出一个儿子 这个时候 他的内心已经非常的慌张了 他已经没有精力 再去管朱瞻玉 一心之下 给自己生一个继承人 于是这个时候的朱瞻玉 就找准机会 开始拉拢朝廷中的大臣 培养自己的势力 准备发动政变 再次成为皇帝 经历了多年的折磨 卧心肠胆的朱瞻玉 成功的政变 夺回了自己的皇位 当上皇上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处理自己的弟弟 由于多年被自己的弟弟软禁 他的内心非常的崩溃 于是决定让自己的弟弟 也尝试一下被囚禁的感觉 就这样 朱瞻玉被囚禁了 中兵的朱瞻玉 得不到很好的照顾 很快就莫名其妙的去世了 第二件事情 就是清理朝廷 朱瞻镇处理了 所有支持朱瞻玉的大臣 提拔支持自己的大臣 让朝廷中的实权 回到了自己的手上 由于被囚禁期间 朱瞻玉不停的上述 为他求情 并且在他成为俘虏的那段时间 只有朱瞻玉 向方设法的去营救他 其他的人 只为新皇帝登基感到兴奋 因此 朱瞻镇的内心非常的感动 于是在他当上皇帝之后 给了朱瞻玉很多的封赏 朱瞻镇生前 对朱瞻玉非常的信任 在他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朱建山 成为了皇帝 朱建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皇帝 对朱瞻玉也是非常的尊重 于是朱瞻玉在荣华富贵中 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回顾朱瞻玉的一生 他不仅是朱棣 获得最长的一个孙子 也是命运最好的一个孙子 三次被传闻要当皇帝 深受大臣们的信赖 在执政期间 深受老百姓的爱戴 如此贤明的一个王爷 竟然没有得到皇帝的猜忌 历经了七朝六地 在风卷云涌的皇宫 在变幻莫测的朝廷 他始终全身而退 没有受到任何的打压 每一任皇帝都对他 非常的信任 并且给予他的待遇 也非常的好 他在荣华富贵当中 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完成了自己少年时的梦想 真正的成为了一个 闲散的王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